大家好,我是依依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排骨特别好吃的做法 不红烧,不清炖,也不需要焯水,还特别好吃 做法超简单 先把排骨清洗干净 洗净后浸泡一个小时,把血水泡出来 然后往中倒入300克糯米 先把糯米清洗干净 洗净后也浸泡一个小时 时间到后,排骨的血水泡出来了 再次把排骨洗净 排骨泡出血水后就不需要焯水了 这样做的排骨营养不会流失,口感还会更好 用温水多清洗几遍 洗净后,洗干水分备用 糯米泡好后,把糯米倒入肉栏里,洗干水分 再把糯米倒入碗中 加入一勺老抽 两勺生抽 搅拌均匀备用 接下来把沥干水分的排骨倒入碗中 倒入切好的蒜末,姜片 再放入葱段 加入一颗盐调味 两颗白糖提鲜 两勺生抽 一勺老抽调食 一勺蚝油 最后再倒入适量料酒去腥 然后搅拌均匀 搅匀后用保鲜膜分住 腌制两个小时,这样能更入味 糯米用保鲜膜分住腌制入味,也可以防止水分流失 糯米和排骨腌制好后 再次用筷子把它们搅匀 然后准备一个干净的盘 在盘底铺上一层腌制好的糯米备用 接下来把腌好的排骨放入糯米里 让排骨均匀的裹上糯米 放入糯米盘中 全部处理好后 再把多余的糯米铺在上面 当锅中水烧开后 把盘子放入蒸屉中 然后盖上锅盖 先开大火蒸10分钟 再转中小火蒸50分钟 时间到后我们打开看一下 哇,真的是太香了 满屋子都是飘着糯米和排骨的香气 蒸好后撒上葱花 小米椒点缀一下 好了,咱们这个糯米蒸排骨就做好了 这样蒸出来的排骨软辣入味 加了糯米吃起来咸香软糯 特别好吃 味道一点都不比饭店差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 在家也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关注 点赞,留言,转发哦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在下期视频见 好吃的吗 嗯 好吃吗 好了,好吃吗 谢谢大家